那其实呢在新西伯利亚有着很多博物馆 那之前呢我跟老张带着咱们去看了那个列车火车的博物馆 那现在我来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特别很特殊的博物馆 也是全世界仅有此一家是在新西伯利亚的火葬场 它在里面呢大概有一万多件展品 那其中主要是18世纪到19世纪的这些 甚至到20世纪的这些丧葬习俗所留下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一会儿也会进到博物馆里去看看 走吧 这些都是来运送这个灵鹫的买出 不光是在中国 其实在西方也有很多关于生和死之间的一些传说 包括西方的很多人 他们也相信说人死后会有另外一个世界 会有另外的灵魂 会以另外的形式存在 所以比如说像这个 他就是一个引渡者 那么他是坐在船上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把棺材放在船上 这个鱼缸是我迄今来自见到过 最怪异的一个鱼缸 因为它在里面其实是完整的 躺着一个窟窿的一个骨架 那么这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埋葬的方式 我觉得看到这个鱼缸的时候 我总会在想死亡和生命总是这样紧紧相遇 看起来是死亡的样子 但是活着这么多的鱼 又是生机果果的样子 所以生活就是这些线到底在哪 那这个表现的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场景 他的先生去世之后 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棺材里面 然后他会穿着黑色的丧服坐在这里 今天感到特别好 有阳光 所以在这个墓地里去行走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特别的阴森恐怖 但是不管怎么说 可能是对生命的敬畏吧 每次说到死亡的时候 你总会有一种很沉闷 或者说很恐怖的气息 你总会觉得那是一个特别遥不可及的事 但是看完这些东西 谁又说得出来说生和死的界限到底在哪 我觉得就像之前我会发朋友圈说 旅行在路上其实就是去遇见时光 然后去看到它的过去 感受它的现在 甚至你可以去遥望它的未来 从丧葬博物馆出去之后 可能不会再去想什么生或死的问题 因为那是一个太大的命题 反而我只想说的是 无论如何珍惜今天还活着的日子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勇敢地追求梦想 毕竟我们还活着 这是最幸运的 走啦